新车卖点草点痛点 车评三点式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穆卡 这次呢 我来到湖南的长沙 在这里试驾了奔驰的最新款的入门级SUV GLA 相信很多喜欢奔驰品牌 但是预算又有限的人 对这辆车非常的期待 那么我们就借着这次的试驾活动 对这辆车做一个简单的解读 让你们来看看 这是不是你们的心动之血 先说一下车辆的外观 全新的GLA叫它的上一代车型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外观上有蛮多的变化 整体车辆感觉更加饱满 有力量感 而且车身的高度也提高了不少 而且车身宽度也大了不少 所以从外观来看 我觉得全新的GLA不再像跨界车 反而它更像一个真正正正的SUV 而且这也凸显了奔驰的品质 那我们再看一下 车辆的细节方面 首先我们先走到车头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车头采用了奔驰 经典的前进气格栅 而且它镂空式的镀隔装饰延伸到中间的车标这个位置 让它的整个车标显得更加立体 更加有力量感 然后我们再往这边看看它的灯组 它灯组采用的是一体式的灯组 然后也是LED的灯 然后日间行车灯在这儿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灯组也是变得更加犀利了不少 那我们再到车身侧面来看一下吧 来到车辆侧面 我们可以看到车辆侧面也采用的是比较圆润的造型 而且SUV的元素一点都没少 比如说车顶行李下还有底下的这种扰泥板 然后我们打开车门会发现 其实它这个车门采用的是这种包边的设计 也就是当你走这些泥路烂路的时候 它就能很好地保护我们的裤管 不会让我们的裤子变脏哦 那我们再到尾部来看一下有哪些变化呢 来到车辆尾部 我们可以看到尾部也是圆润了不少 而且它尾灯采用的是这种环形的尾灯 看上去也是变时度增加了不少 而且底部它采用的是双边单出的这种排气布局 而且采用的是这种镀隔的装饰 看上去就感觉整个车更具有运动气息了 那么说了这么多外观 我们再到车内来感受一下车内的整个营造的氛围吧 现在呢我们已经做到全新GLA的车内了 其实车内的整体的内饰氛围都是非常熟悉的 奔驰的最新的那一套内饰 我们可以看到它座椅的调节 上面有一点GLB的影子对不对 然后这个连屏 是不是还有奔驰新A的这些一些元素在里面 所以它整个内饰的营造呢 其实是给我们一种非常熟悉的奔驰的风格 而且操作起来也非常容易 只要你了解奔驰的使用特性 你开这台车完全不会觉得陌生感 所以内饰呢我就不做太多的介绍 我想说的是它有一些新的功能就从我们的高端车型中引用下来的 首先第一个呢是实景穿越导航功能 这个功能呢是可以把路面的现在的状况和我们的导航的信息结合到一起 它会在这个屏的这一边显示当你在路过 比如说我们的非常复杂的路况还有我们的立交桥路况 它能够清晰的告诉你该从哪个口出 这对于那些路痴少女来说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呢 这台车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洗车帮助功能 那我们来演示一下按一下这个键 然后在这里它会有一个按键 其实就是洗车房里的车的按键 你按一下它就会帮你自动关闭我们的车辆的车窗 天窗以及我们的后视镜它会帮我们收紧 而且会关闭比如说雨刷感应服务 这样子的话我们在洗车的时候 有些人可能因为粗心忘了天窗 会把车淋湿的这种状况就不会再出现了 是不是感觉也特别贴心呢 而且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些功能之外呢 这辆车的影音娱乐互动功能也是有所提升的 你可以跟人机进行我们的成语接龙服务 还与此同时呢它还开通了QQ音乐的服务 所以说这台车是不是也变得有趣了呢 不过说到这个呢我也要说一下这台车的缺点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这是一台SUV 如果它这个怀挡能够变得更加粗壮一点 我觉得和它的身份会更加符合 第二个呢我觉得这台车可以改进的呢 就是这台车采用的并不是这种分区的空调 毕竟是奔驰 就是我觉得如果能在空调方面做这种分区的配置 那可能乘坐的舒适感会更好一些 第三个呢就是这辆车其实配备了三个Type-C的接口 其实虽然很多的现在的我们的数码产品都用Type-C的功能 但是我觉得对于那些使用USB接口习惯了的人来说 可能还要带一个转接头 我觉得如果它更贴心的话 留一个USB接口是不是会更好呢 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坐到GLA的后排 其实大家也特别关注这台车的后排的空间表现 其实这台车的车身长度是有所减少的 但是它的轴距现在到了2729毫米 也就是变长了不少 所以坐在后排 它其实整个后排的空间表现是不错的 而且我的身高是1米66 前面的位置呢是我调的正好 我合适的位置 你看我现在腿部空间非常的充裕 而且头部空间也很好 而且整个座椅的舒适度也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些 所以如果担心空间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不用太考虑的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下这台车的动力 相信大家也非常关注这台车的动力 这台车搭载的是1.33T的直列四缸的发动机 它的最大功率呢是达到120千瓦 最大扭矩呢是达到250牛米 可能说了数据你们都没有一些直观的感受 那我们就上车来试驾体验一下 给大家感受一下开起来这台车到底怎么样呢 现在呢我们已经开着全新GLA上路了 那我想简单说一下这台车的动态感受 首先很多人可能对这台车的这个发动机提出质疑 说这是一台小排量的发动机 但是实际开起来你会觉得那么差吗 其实你要看数据的话 和老款的1.6T的车型来对比的话 从数据层面上来说 这台车的数据表现会更好 因为他们用了很多高科技 让这台发动机挖掘出更多的潜能 这也是他们奔驰的黑科技之一 而且这台车呢 它不仅仅是数据上表现更优 其实你开起来它也是表现很不错的 尤其是在它这个低转速的时候 它能够提高更多的扭矩的输出 会让你起步和低速的时候 都会感觉这台车非常非常的轻快 这也是我觉得这台车有优势的一方面 而且与此同时呢 这台车的发动机并不是 跟大家想象中的说的就是那么的吵闹 而且它还有一个智能闭缸系统 也就是说它会根据你踩油门的这种深浅和道路的状态 和车辆的状态 它可以自动的把这个两缸和四缸之间就是进行自如的切换 这样一来呢 就是这辆车就更节能了 也就是油耗会更加友好 这也是这辆车的卖点之一 那么很多人说 那我在城市道路开这台车够用吗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非常的够用 但是如果你说拿这台车和奔驰的那些大排量大马力的车型对比 那肯定这台车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的优秀 而且这辆车呢 它有四种不同的驾驶模式 比如说个性化模式 舒适模式 运动模式 以及节能模式 在城市中你就开舒适模式 它就能提供你很好的动力支持 以及保证车辆的舒适性 但是当你打开运动模式 这个我觉得是在高速以及超车的时候可以用到的 但是它有一个唯一的缺点 当你采用运动模式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发动机会把转速留在高转速区间更久一些 提供更好的动力支撑 但与此同时呢 这个发动机的噪音就会传递到车内 然后就会让你觉得稍显的焦躁 这是这台车 我唯一觉得就是可以在动力方面能够更优化的地方 就是静音可能就是在运动模式下稍微稍微差了那么一点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日常并不是一个需要急加速 需要非常运动驾驶的人来说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够用的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开启这台车的这个舒适性表现吧 刚才我们也过了一些减速带 其实我可以感觉到其实坐前排 这辆车的舒适性调校还是不错的 而且我们是在舒适模式 但是坐在后排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后边的这种纵向的弹起还是有一些的 可能坐在后排的话 可能在就是过一些特别坎坷的道路 会有一些失去这种舒适性的感觉 这和我以往认识到奔驰车型还有一点点不同 但是毕竟价位在这了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也还是对得起它这个价格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其实根据它这个价格和它的定位来说 我觉得还是合适的 那么说了这么多 你们觉得这台车怎么样呢 那我们就简单的总结一下全新奔驰GLV吧 这台车其实它真的是改变了不少 它从外观啊 科技性啊 各方面都提升了很多 而且它看上去更像一台真正的SUV了 当然很多人对这个1.33T的这个直列四缸发动机可能会提出一些质疑 感觉听起来这个车排量不是那么大 感觉动力是不是会有点拖沓呢 其实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道路驾驶中 它并没有那么多的缺陷啊 而且奔驰呢把很多应用于AMG的这些高科技的科技应用在这台发动机上 反而让它的效率更高 排量却更低 这也是我觉得奔驰特别用心的一方面 所以这台车如果你想真正实实在在的感受它的动力 我建议大家不要从网上听他们对这台车的评价 反而可以去4S店试一下这台车 我觉得整体的来说 这台车对于想要买入门款奔驰SUV的人来说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当然它具体的市场表现会是怎么样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 那么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我们下期节目